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謝文 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昨天預告主力現在空了 外資果然是狂賣 那現在到底投資會有該怎麼辦呢 好了 那我這邊能不能跟大家回答 涼拌炒雞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強坦白的 問題真的變得很複雜 那我們都知道下個禮拜 中國大陸股市才要開盤 然後現在大家擔心說 中國大陸股市開盤 會不會一口氣大跌將近有10% 所以說只能說兩瓣炒雞蛋 不是兩瓣炒雞蛋 來開始慢慢解盤 我們先看這一張字卡 那麼今天早上 應該所有的報紙的頭版 都跟你講說 他沒有講主力心態空了 他說外資大逃殺 那其實這是為什麼呢 我講坦白的 不是老王賣瓜 你們要擁有 擁有我們Lite 8最主要原因 因為在昨天Lite 8一大早 大概10點鐘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冷空 那甚至於昨天下午的 一個盤中連線 不是下午12點28分盤中連線 我就很清楚還照相給大家看 他其實他在封關的那一天很奇怪 我講坦白 封關那天真的很奇怪 所以說有時候我覺得 難道台灣都沒有 不要講台灣 全世界難道沒有內線交易嗎 你自己看 你看這張圖 但同於在封關的那一天 早上主力心態是多走得好好的 結果後來主力心態 他是由多轉為一個所謂空 然後導致於昨天新春開放盤 直接往下大跳水 結果昨天的主力心態還是個標標準冷空 所以說昨天呢 我給電視台的一個頭標 我說主力心態空 外資大逃殺 結果大逃殺這幾個字 已經完全被報紙拿去使用了 那你說接下來到底要怎麼看 來 下一張這個很重要 基本上呢 目前我們先看幾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先看止疊訊號 止疊訊號的話 基本上就一般散戶投資朋友 他們不在乎嘛 反正只要跌我就市價砍 我就亂砍一通 可是問題呢 就中時戶的夜水角度 他們的操作有他們的SOP 中時戶跟散戶的 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就在說 中時戶他懂得動心忍性 沒有看到止疊訊號之前 他可能現在還在Hawaii度假 他就不回來啦 不要回來啦 跟台灣疫情沒關係 反正我就不要回來 因為他們要做確定的事情 可是就一般投資朋友的一個角度 很有趣 投資朋友不管包括魚頭 不管包括魚尾 不管包括魚身 不管包括魚湯全部要吃 中時戶只吃中間最好啃的那一段 結果當你所有東西都要吃的情況下 反而就被噎死了 就講這波700點下去 那大家就全部噎死掉了 可是中時戶他的做法有他的SOP 那等同於目前加權股價指數 他的扣發毛價落在11,676點 麻煩大家把這張圖卡一定要照起來 那上櫃指數是落在145.03 你們不要再跟我講什麼年限半年限 就好像千萬 我給你舉個例子 昨天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哪裡 大家說下面有年限支撐 下面有半年限支撐 那昨天的笑話是什麼是嗎 昨天OTC指數他是1秒鐘哦 不要講1秒鐘 1個小時 一口氣從季線 半年限 年限全部破 全部破 所以說線不能看 主力作手 他們只看價格 價格 等同於你至少上櫃指數 要先收到145.03 這才是個標標準準的 一個水指定訊號 那當然你問我說下老師 今天外資 他有沒有偷偷的回來 昨天賣了170幾億 今天有沒有可能回來買7幾億 不可能 今天外資很抱歉 還是站在一個賣方 只是賣超的夜水幅度 他會縮小 那不過在縮小的過程當中 下降資格更重要 那麼等同於 今天我們所預測出來的 一個所謂 明天沒開牌 還好沒開牌 禮拜一的多方房價 落在11,376 這一個點 這一個點 我假設 我假設 我假設路股真的不好 然後台北股市 砰 又往下殺 11,376點 這個點絕對不能破 因為只要一破 所有的停水賣壓 還會再出來一次 我所謂的停水賣壓 是來自於外資的夜水停水賣壓 但同一空方防守價是中時戶 他會再一次回到市場的條件 那多方防守價 則是外資會再一次狂賣台北股市的條件 好 那講完這些指數之後 來看各股 各股更重要 你仔細看一下 這一波其實我認為 國具他雖然說 他不是很重要的權值股 可是他是非常重要的 夜水人氣的夜水指標 那麼人氣指標的情況 現在有利多有利空 單純就利多的夜水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被動元件的漲價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停工這麼久 所以說所有電子原物料 他會往上漲 他一定往上報價往上漲 包括矽晶圓 包括Dram 包括面板 包括被動元件都會漲 可是利空的部分就在於封城 這句話可能沒有人跟你講 因為封城的話 你要知道 中國大陸他的民間消費 佔GDP高達將有6成 跟SARS的年代不一樣 SARS是13年前只有3成 那等同於中國大陸GDP的成長 是來自於大家消費 那你現在把整個城全部封起來 不只是武漢 到處都封城 連迪士尼都封起來了 那麼民間消費的夜水停頓 這是大利空的夜水部分 這是為什麼最近的 國際股市跌到人羊馬翻 好 那有利多有利空 那不懂那沒關係 直接看價格 目前國際他的月關鍵價在425塊 那假設國際先漲到425塊 絕對不要買 不要買 不要買 372是多方法價 這個價格也絕對不能形成日線跌破 也不排除國際在未來幾個禮拜 就在這個區間上下做一個震盪 如果真的被我講對了 你有50點價章可以做 會很爽 同樣下一張有關於台積電的夜水部分 台積電最近很有趣 外資拚命買 散戶拚命買 就在他台積電除錢的前一天 那目前他月關鍵價落在331 多方法價落在317塊錢 同樣的 如果我是你 我是散戶來到331 我會想到站在賣方 可是多方法價317 絕對也不能形成日線跌破 然後最後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半導體的夜水矽晶圓 那矽晶圓的話 6488的環球金 他目前的空方法價落在403 空方法價落在387 那等同於 單純就一個 心理層面的夜水角度 要怎麼指貼 很簡單 你有本事收上403塊 因為今天還是有看到 有些股票創新高 比如像4927泰銖 3515華錢今天創新高 所以說目前個股的夜水結構 它是屬於一個分歧 所以說如果說你手中的股票 是在月限關鍵價之下的話 我建議大家要稍微停看 是謝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